《光明絕品》第九 它是告訴我們佛所成就的一切功德事 以及所有的大菩薩對佛所的戰敗 到了菩薩問你一時 這是我們眾生物來要去理解的東西 這個時候 文書師弟菩薩問絕水菩薩說 我說佛子啊 心性十一 您和天有種種差別 為什麼我們人是一樣的嗎 我們人每個人都有佛性 它基本上不是一樣的嗎 為什麼會看到有很多種不同的差別相差處 例如說我們坐在這一個 這一個智慧堂中的所有的人 我們要說你們 我們這幾個政府 在全力的這幾位 是不是每個人所顯現出來的 都不一樣的特質 每個人的思想 每個人的能力 每個人的監視 每個人的態度 每個人的態度 是不是都有所不一樣的 奇怪了 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決手菩薩就跟他講到 他說啊 我呢 很高興 你跟我這個問題 問題非常好 所以呢 我想要讓所有的眾生理解 所以我現在呢 就根據這個根本性來說 他說啊 我來講給你 跟你分享 希望大家 弄很多仔細的地方 他說啊 諸法無作用 一模有理性 是故一切 為何相處 譬如這麼來講 把它舉個例子 河裡面的水 河水 這樣子給我嗎 水也有前後吧 因為有後面的水 會到前面的水 這個才會流動 那他就說 後面的水跟前面的水 他們是相似的喔 但是 因為後面的水跟前面的水 而它變成一個流動的現象 但是 它的根本性雖然都是水 但是後水跟前水不一樣 對吧 譬如說 我們看燒東西 有很多的火焰 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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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火焰 火舌 華裏叫火舌 有高 有地 有南跑 有西跑 有北跑 有沒有 火焰 不會是 就是想堵一個 除非它 像我燈燈 你看那個燈 它是不是那個燈火 也帶動來進去啊 對吧 它也是有作差 但是它的體性來講是一樣的吧 它是從這個 呃 這個油跟 足 藉由這根油跟心 它產生一個火焰 但是它會有不同的狀態產生 但是它的體性是一樣的 它的體性是一樣的 因為好像呢 那那個 風一吹過的時候 看到所有的人的反應故事 我們給個好笑的例子啦 風扇吹 我們中生的話 會跟我們的 一些根本話 不會不會 哈哈哈哈 但是跟本性 是不是一樣的呢 是不是 呃 呃 我們根性是一樣 但是所產生的現象是 大不像朋友 呃 每個人的 就不一樣 那 好像我們 法性呢 呃 本來就是說 它是無聲無略的 而是每一個人的根性 它是按照我們每個人的 給節以來的 所有前世的便利 我們前世的福報 所產生的相不同 而又有所不同 但是它原本有沒有會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的 這樣大家理解嗎 其實我跟大家 一些基本上的觀念 了解對時間的關係 然後呢 我們再往下走 請大家看到 三百七十七頁 那麼 這個時候 三百七十六頁這邊說 文書施力菩薩 他又問 請守菩薩說了 他說啊 佛子啊 佛教是一 佛 他的教委 是只有 是一 只有一個 沒有第二個的 他跟你講的東西只有一個 為什麼呢 不能夠 全部斷掉 他們一切的煩惱 而讓他們可以處理解剖 為什麼不能夠呢 而他們 他們的色受想行事 綠色不色 無名堪愛 那麼 他們都還有這樣子的產生 那到底佛教對這些眾生 到底對他們也會利益 的確啊 我們佛教佛陀說法 我們到現在兩千個百 兩千個百多年了吧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只能成道 得道 這幾個人真的回到了極樂世界 然後除了發願 來 再來轉圍 十七萬多錢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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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知道 肯定能住國 美國吧 就像我們這邊 做了所有的住眾生 我們現在在做諸位 我們的煩惱是無時不盡的 都不能夠住地 為什麼呢 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到底佛法 對於住眾生 有沒有這意義呢 好啦 那這邊又來 做一些潛力的解釋 給大家知道 他說呢 問題在於 在佛法中最重要的是要什麼 勇往長精進 你除了要有勇氣去接受 去做到 首先你要學習嘛 你文化了 對吧 你要去理解這個法 理解了之後 你要去行 學習之後 你要行啊 行之後 你要精進啊 為什麼中生還有這樣子的 不能夠出離的現象 因為 文化不知法 知法不解法 解法不洗法 行法不經濟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好 譬如是說呢 你呢 拿那個木頭去 裝去 去生火 如果你啊 轉兩下 就停兩下 轉兩下 又停兩下 這個火會生起來嗎 永遠 火會生 轉過去 火啊 是不是 一直去就讓它磨擦 它 產生的熱 它才會有火發出來 對吧 所以 你現在 你當然不能夠出離啦 不怪佛法有沒有利益啊 對不對 好像 有的人 這大太陽 在那 掛在天上 很大的陽光 但是 無名的人 這邊是比例說 小朋友啦 他把他眼睛閉起來 不要看那個太陽 也可以看得到那個 也可以見得到那個陽光嗎 不能夠 對吧 那又好像 這個 如果 用這個 一個毛 一個毛端啊 就是好像說 你拿一個稻草好了 去沾那個 海水啊 你什麼時候才會把這個海水全部 全部取完了 讓這個海乾酷 讓它磨 可能嗎 因為還會有別的核酸的水溝落進來 天才會下雨 你拿一根稻草 平平的點點點滴 你怎麼什麼時候可以出力啊 你什麼時候可以讓這個大海乾酷啊 不能夠 所以不是佛法後的利益眾生 而是眾生不懂得如何去 有某個經濟 讓大家聽解吧 好 然後我們再往下走 那麼在這個 379 月 文書施力又問這個法首菩薩而說 如果佛 他說 如果有眾生受持正法 既能除斷一切煩惱 何以灌 有受持正法 而不能夠灌呢 隨著彈稱詩 隨著我們的傲慢 顛覆 憤怒 嫉妒等等等等 不能夠處理 而得種種煩惱 第三個八十言 這時候 法首菩薩就說 是啊 是啊 這個道理就好像很難 他呢 他 所在這個水上飄流 他因為怕被淹死 怕被淹死 不敢去碰這個水 但是他就渴死了 你懂嗎 好 那麼 如果說 有人 他準備了很多很多的美食 可是他自己不吃 他會不會餓死 餓死 好 譬如說 有人 很會開 要救人 但是 自己的肌 自己有病 摸不著人 摸不著人 反而不能夠救自己 就好像 你吐了法 你不休息 你劈它帶過的法 有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其實我們聽了法中部啊 虛無師兄講 文量說 講了多少年啊 我們每天 我們每天 早晚課 對不對 早晚課 我們有 一年有多少次法會啊 我們天天在文法 你不休息 有沒有用啊 每個人知道自己 有自己的毛病 有心裡有沒有勇氣 去改變自己的毛病啊 有沒有勇氣 放下自己的思逐啊 有沒有辦法 拔除自己的那些冒險啊 沒辦法 還是 一面做 一面錯 不能夠精進 所以 你說法法能夠 敵人不能利益人嗎 沒有用 對嗎 那就好像 這個 一個人啊 他眼 他這個眼睛遮著 眼睛遮住 他雖然 眾生看到他 他看到不到眾生 就好像你 佛陀看到你 你看到不到佛陀 是不是你不休息 是不是一樣 大概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要給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佛法是什麼 佛法跟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不能夠出離 我們到現在還有這麼多的煩惱 好 原來問題 出在 我們自己的問題 好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這一品要求 這一券要求 我看 我看 幾個變得自然不好 因為他每一個 都值得我去探討 所以自我檢討 探討後 不要檢討 說探討不檢討 你是 就好像 滿桌的菜 你不吃 你也會餓死 好不好 所以 吃到 當然重要 但是做到 也重要 做到後 要不斷的經濟 自我提升 更是重要 家庭要 好嗎 謝謝大家